不賣弄技巧回歸味道本位 用味道赢得认同 空间感觉非常特别 透明采光 让人家觉得像在花园里用餐 走进席类之前 会先穿过绿羊羊的小庭院 心情仿佛经过了一般席离 开启了味蕾的期待 我觉得做得非常不错 从进来的第一道菜开始 我觉得都没有让人家失望 我是从民国80年开始 进入到餐饮业 29年了 不过庆史其乐灵魂人物 15岁进入餐饮业 结局是金 跟个性有关系 我比较爱面子 所以很多事情我希望都是 做到最好 然后做第一 自然而然 这个就会变成我做事的习惯跟原则 想要除类拔萃 就是必须要辛苦 菜一上来就是 你会先让相机去吃 就让手机吃 让我们两个人都不自主的拿起手机来看 我想这在 他们这在上面应该有非常有用心 曾经吴国庆也追求花枪的摆盘 以不断推陈出现的菜色展现创意 但自己当老板后 他决定反驳归真 回归食材摆设 菜色的转换跟转变 好像没有那么必要 你只是为了换菜而已 而且你换菜的目的 并没有办法真正彰显出 它这个食材的真正的优点 跟它的最大的价值 在四年前自己创业的时候 我们希望把好的食材 然后尽量把它做到最好 然后不断的进化 让它更优秀 二入不获进入五国庆 体悟到用味道赢得赞同 还能一久不摔 现在我想推出来的菜色 就是会让客人 真正可以吃得到它价值 跟它的味道 我觉得越简单的食材 然后它能够越彰显出 这家餐厅它所要表达的 对食材的功力 就以牛排来讲 我觉得牛排很纯粹的 把它的肉质 跟它的熟度发挥到最好 能够实实实实实的去吃到 这个牛排它的特色 跟它的优点 其实不管是海鲜或肉类 我觉得就是不要有过多调味 跟烹调技法 然后用简简单单的 这样子去呈现出食材的原味 无畏这个简单 是指做法与调味 回味到食物的基本功 在味道上将食材的好特质 凸显出来 再以酱汁巧思 酌振出多姿肚散的崩位 我觉得米其林对我来说 现在相对重要性 已经没有那么的重要 我觉得是不是能够 持续的把自己做好 然后很稳定的延续下去 我觉得这是相对 目前对我来讲 会比较重要的一方 东西文台中报导 我来讲